世界两大经济体,美国跟中国,多年来不断在经济表现上展开竞争 从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看,中国作为后起之秀,目前还是落后美国一段距离 但是靠着庞大的内需,中国的消费表现不断写下新高 成为了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跟美国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小了 根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新公布的数据 那2019年,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一次突破了40兆人民币 消费息2015年增长了四成,各位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超过30% 这表示中国自从2006年以来,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连续14年,全球排名第一 数据显示,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持续大幅度的增长 那未来几年的中国消费表现,预料在几年的时间内将会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 中国消费市场有望在几年内超越美国 除了消费品零售市场不断创下全球新高 服务型的消费表现也有增无减 面对疫情的笼罩,中国的服务业虽然受到影响 但也在这几个月内强势复苏起来 11月份飞制在于的商务活动指数还是有进一步的回升的 金融服务业在11月份也是在进一步的向好 所以说整个金融环境也在进一步的改善 消费市场在逐步有序的恢复 那么服务业的复苏态势也是继续向好的 根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测 中国的服务型消费比率有望在2025年占整个经济的52% 让中国开始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 庞大的新增内需也让中国未来15年 能够达到4%到5%的经济增长目标